有航海王稱號的台華投控董事長岩義財 在大連大收購公司股權之前 事先是用人頭進場買進了股票 不法獲利將近200萬元 檢調昨天發動搜索約談大約9人 並且在今天凌晨以涉犯證券交易法內線交易罪 令岩義財500萬元交保 而合一生計2020年與中天生物科技公司 簽訂了新藥研發的備忘錄之前 時任的資深經理疑似將消息泄露給親友 不法獲利十多萬元 檢警近日是約談了十億人之後 十人請回 一人則是以兩萬元交保 董事長有沒有內線交易啊 穿著深色外套在調查局人員的陪同下 快步走入地檢署 大批媒體包圍台華董事長 岩義財左顧右看 面對詢問全程不發一語 被譽為航海王稱號的上司公司台華股控 董事長被控在大連大2020年 公開收購台華股權前 在禁止交易的期間 將利多消息報給董事許祛輝共五組人 用人頭進場買進股票 不法獲利將近兩百萬元 檢調十二號發動搜索並約談 研引財等九人到案 十三號凌晨以涉犯證券交易法 內線交易罪預定研引財五百萬元 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 而許祛輝則是以兩百萬元交保 另一邊中天生計集團旗下的合一生計 也爆出內線交易 2020年與集團關係企業中天生物科技公司 簽訂新要研發的備忘錄時 十人資深經理羅小惠 疑似將消息洩漏給親友 在禁止交易的期間 賣入合一股票 不法獲利約十多萬元 台北地檢署十一十二號執行搜索 並分別約談十一人 朝違反證券交易法內線交易等罪嫌 整辦 最終羅小惠等十人先行請回 而有一人則是以兩萬元交保 僅僅將持續深入追查 進一步釐清案情 這台北綜合報導